老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,被誉为丛林之王。 它们以威武的外形、敏捷的动作和强大的力量在自然界中独树一致。 老虎的身体强壮而修长,成年熊虎的体长可以达到2.5到3.3米,尾巴长度约为1米。 体重通常在180到300公斤之间,而此虎的体型略小。 老虎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皮毛上的黑色条纹,这些条纹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。 每只老虎的条纹分布都是不同的,具有天然的伪装作用,帮助它们在丛林中隐藏自己,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。 这种外观也使老虎成为自然界中最具辨识度的动物之一。 老虎的进化史可以追溯到大约200万年前的更新式时期,属于猫科动物进化链中的一环。 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,老虎逐渐适应了亚洲各地的不同环境,演化出了多个亚种, 包括西伯利亚虎、孟加拉虎、华南虎、苏门达拉虎、印度支纳虎和马来亚虎等。 其中,西伯利亚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亚种,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毛发厚实,适应严寒的环境。 而苏门达拉虎是体型最小的亚种,主要栖息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拉岛。 华南虎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地区,但由于栖息地丧失和人为不劣,目前已基本在野外灭绝。 老虎的生存需要大量的猎物和广阔的领地,它们的活动范围通常在几十到数百平方公里之间, 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和环境的承载力。 然而,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张,森林被砍伐,土地被开发, 老虎的栖息地逐渐被破坏和分割,这导致老虎不得不迁徙到更小的区域中生存, 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。 这也是导致老虎偶尔会进入人类村庄寻找食物的最主要原因。 作为猫科动物,老虎的夜视能力是人类的六倍,使其在黑暗中捕猎极为高效。 此外,老虎也是少数喜欢水的猫科动物, 它们不仅可以长距离游泳,有时还会在水中追捕猎物。 很多人物以为老虎不会爬树,实际上老虎在必要时也可以爬树, 只不过它们并不是像猫一样的爬树高手而已。 作为独居动物,老虎的领地意识很强, 老虎的吼声也非常响亮,可以传播至三公里远, 常被用于宣示领地或寻找配偶。 老虎的呼须具有感知功能,且敏感度极高, 可以用于测量猎物或障碍物的距离。 老虎的尾巴更是拥有多种作用, 比如老虎在奔跑时需要用尾巴来保持平衡, 老虎有情绪时可以通过摆动尾巴来传达情绪, 比如愤怒、紧张、兴奋等。 除此以外,老虎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身体特征, 比如,老虎耳朵背面的白色斑点被称为假眼, 可能用于下腿捕食者或同类交流。 老虎的毛发和皮肤都有条纹, 即使剃掉毛发, 老虎皮肤上的条纹图案依然清晰可见。 老虎的繁殖与生命周期十分有趣, 此虎通常在三到四岁时达到性成熟, 熊虎稍晚一些。 它们没有固定的繁殖季节, 只要条件适宜, 全年都可以交配。 此虎的妊娠期约为3.5个月, 每胎通常产下二到四只幼崽。 刚出生的幼虎体型较小, 体重仅约1到1.5公斤, 且眼睛紧闭, 无法独立行动, 需要母虎的细心照料。 幼虎通常在八到十周后开始进食入泪, 但仍依赖母亲捕猎和保护, 直到两岁左右才逐渐独立。 熊虎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基本没有参与, 母虎独自承担抚育的责任。 老虎的平均寿命在野外约为10到15年, 而在动物园等圈养环境中, 由于缺少天敌和有更好的意料条件, 寿命可以达到20年以上。 老虎的食物来源十分丰富, 它们是典型的肉食性动物, 主要捕食鹿、野猪、野牛等大型哺乳动物。 在食物短缺时, 它们也会捕食兔子、 鸟类、甚至是鱼类。 老虎的捕猎技巧非常高超, 它们擅长利用周围的环境进行伪装, 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, 一旦距离合适便会迅速发动攻击, 使用强有力的前肢将猎物扑倒, 然后咬断猎物的喉咙或颈椎迅速结束猎物的生命。 这种捕猎方式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爆发力, 成功率并不高, 因此老虎往往需要耗费大量体力进行多次尝试, 才能最终获得食物。 然而, 老虎的现状却令人担忧。 由于栖息地丧失, 猎物减少和非法捕猎等因素, 全球野生老虎的数量急剧下降。 目前, 全球野生老虎的数量不足6000只, 分布区域也被大幅压缩。 华南虎, 爪哇虎和离海虎等亚种几乎灭绝, 而西伯利亚虎和苏门达腊虎等亚种也处于极度宾威状态。 为了拯救这一物中,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大量保护工作, 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, 打击非法贸易和通过人工繁育增加种群数量。 然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, 但老虎的保护依然面临巨大挑战, 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关注和合作。 老虎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, 他们是自然界的顶级捕食者。 通过捕猎大型狮草动物, 调节了动物种群的数量, 维持了生态平衡。 比如, 老虎捕食鹿、野猪等动物, 防止这些动物数量过度繁殖, 从而保护植被不被过度啃食。 如果没有老虎这样强大的捕食者, 生态系统将可能失衡, 造成连锁反应, 最终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和稳定。 因此, 保护老虎不仅是保护一个物种, 更是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, 这对于全球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。 人类必须意识到老虎作为生态系统守护者的重要地位, 为它们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存环境。 在当今世界, 要养一只老虎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, 但在一些国家的富人圈中, 养猛兽作为私人宠物的现象依旧存在。 然而, 养一只老虎不仅需要大量的经济成本, 更面临极大的挑战和风险。 老虎的食量非常惊人, 以致成年老虎每天需要摄入约7到10公斤的肉, 每年的食物开销就高达数万元。 此外, 老虎需要广阔的活动空间, 而人工圈养的环境很难满足它们的需求, 这可能导致老虎出现健康核心理问题。 更重要的是, 老虎是极具攻击性的野生动物, 圈养在私人环境中容易造成安全事故。 因此,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明令禁止私人饲养老虎, 只有经过严格审批的动物园和保护机构才被允许合法饲养, 以确保老虎的福利与人类的安全。 关于老虎与狮子谁更厉害的问题, 这一直是人们争问不休的话题。 老虎和狮子都是顶级捕食者, 体型相当, 但习性有所不同。 老虎通常独居, 依靠自身的力量和技巧捕猎, 而狮子则是群居动物, 更善于合作捕猎。 从体型来看, 老虎通常比狮子更大, 爆发力和灵活性也更强, 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, 老虎的胜率更高。 然而, 狮子擅长群体作战, 这使他们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更加具有优势。 因此, 两者的战斗力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情景, 但单问个体战斗力, 老虎稍战上风。 老虎不仅是自然界中的顶级捕食者, 也在人类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。 在中国文化中, 老虎被视为力量和勇敢的象征, 常出现在神话故事、 传统艺术和文学作品中, 比如武松打虎的故事便是家喻户晓的经典。 在印度, 老虎被赋予神圣的意义, 代表权威与保护。 在现代社会中, 老虎的形象被广泛应用于体育、 品牌标识和电影作品中, 成为力量与尊贵的象征。 这种文化内涵, 使得老虎在人类社会中拥有深厚的影响力, 也提醒我们要更好地保护这一珍贵物种。